第八十三集,阿谢,你师父并没有移情别恋,更没有刻意疏远你。 他,只是有难言的苦衷。 你看到,他手中那个锁铃囊了吗? 南希臣说完,魏无限才发现师父另外一只手里,仅仅攥着一只锁铃囊,应该是攥得太久,太过用力,指关节已经变色。 师父,你放手。 你这么死命攥着,手关节会血流不畅,会坏掉的。 师父,你听话,我保证替你保管得好好的,绝对不让旁人动他一分一毫。 魏无限伸手,试探着去触碰师父的大手,所有的动作都在触碰到锁铃囊的那一刻停下。 难道,师父如此紧紧攥着不肯撒手,就是因为里面是一个魂魄? 魏无限精通轨道竖法,自然能探查出里面是什么,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。 一缕作祟扰民的残魂,师父不给他打敌魂飞魄散,带到原生不知处来做什么。 难道,是想将这一缕魂魄魄安养,期待他有朝一日可以重回于世。 这个人是谁? 师父为什么要这么做? 甚至为了他,不惜刻意疏远自己。 师伯,这里面是的,是不是那日,在我家院子里看到的那个? 只要前后一联系,魏无限立马推断出这里面的魂魄,就是之前在老宅中看到的那个透明细细的身影。 师父,他到底是谁? 为何,仅仅凭一缕透明且模糊的魂魄,你就能看出是谁? 看来,并非我喝酒勿示,而是师父你有事瞒着我,不想让我知道。 正是,魏无限天资傲人,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想到那一缕魂魄,蓝希臣一点都不觉得奇怪,只是心疼床上这个,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,一个人默默承受的人。 师伯,他是谁? 和我师父有什么渊源? 是不是,他是师父之前所爱之人的魂魄? 一将执念太深,一缕魂魄不灭,还想着与师父再续前缘。 因为他,师父才会疏远我对马,魏无限胡乱蹭起脸上的泪水,扭头抓住蓝希臣的衣袖不放。 嗯,看着从小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,尤其是看着他那双,泪眼朦胧的模子。 蓝希臣是一千个,一万个不愿意,也不舍得伤害他,但是到如今却不得不告诉他真相。 闻言,为无限神情呆滞地坐在地上,不敢相信,也不愿意面对眼前的一切。 师父喜心愿就喜欢上另外一个人,他可以忍痛选择成全,选择放手。 如今,师伯去告诉他,师父心中早就有一个深爱之人。 只是那个人死了,自己才有机会趁虚而入,成了那个人的替身,那个人的影子。 而自己认为,可以生死相洗的深情,轻而易举地就被那个人的一缕魂魄打败。 那么,自己和师父之前的一切,又算什么? 师父,你不愿意醒来,是想和他魂魄相依对不对? 师父,你们生死相依,我算什么? 魏无限一声杰斯底里的咆哮,惊呆了房间里的所有人,就连蓝西辰也想当然地认为,蓝湛的昏迷不醒时心疼孩子,因为误会离家出走,并没有想过他是要与那里魂魄生死相依。 阿县,你还小,还不到十八岁,你的人生还可以重新开始。 魏长涛心疼自家侄子,走上前蹲下身子,将几乎要哭成泪人的孩子搂在怀里。 叔叔,我。 魏英,魏英。 蓝湛昏迷中的一语,打断了魏无限的话。 师父,我在,我。 就在魏无限再次扑到床边,却看到蓝湛下意识地收紧了手里的锁琳囊,心头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,兜头被一盆冷水给浇灭,有一个念头在魏无限脑海中生成,一个他不愿意承认,却不得不承认的现实。 师伯,若是我没猜错的话,这里面的魂魄,也叫魏英,魏无限对不对? 师父现在口中,一声声的魏英,呼唤的是锁琳囊中的一缕魂魄。 那么,他之前一声声的魏英,呼唤的又是何人? 嗯。